精華塵案發展到現在 其實最近啊 這個時代力量過去的前主席 徐永銘常常被提起 因為大家都會拿他的案件 來跟柯文哲做對比 他之前也是都拗公政治獻金 結果一審也是被重判7年 哇 瑞德哥昨天晚上是怎麼一回事 徐永銘臉書連發5篇 其中一篇說 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大家不要再以而傳而了啦 到底怎麼回事啊 徐永銘呢 落月突然間發了5篇文章 字都不長 什麼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那當然徐永銘他自己 有他自己的這個變白的方式 他在講他自己捲入收購 必案的那個事情嘛 所以在這裡也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柯文哲民眾黨主席講的話 是完全不能相信的 他在從他家被廉政署的官員 跟警察官家帶走的時候 在那邊攔下來跟媒體講說什麼 他是中華民國在野黨第一個 什麼被收 家裡被搜索第一個被帶走 約談的嘛 徐永銘那時候就是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而且那時候事實上民眾黨都還沒有成立吧 所以呢 到底他是不是第一個 當然不是嘛 那徐永銘都在他前面嘛 但徐永銘他要自己怎麼辯駁怎麼講 現在打官司 因為已經一審判刑要到二審高等法院去審 我沒有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旁邊都要打一個警語 那麼三審未定驗前對不對 視為無罪推 就是無罪推定原理 這沒什麼啦 我們我跑37年的這個社會新聞 司法的判決書上面後面都會寫一個 無證據不得推斷其犯罪 在還沒有定驗之前就是嫌疑犯 柯文哲現在也是貪污罪的嫌疑犯 他不是說這個圖利就不是貪污罪 錯錯錯 他是貪污罪的這個嫌疑犯 那麼至於徐永銘怎麼講 你做你怎麼說都沒關係 反正又不是徐永銘又不是第一個人喊冤的嘛 捲入其中的好像大家都喊冤嘛 好幾個都喊冤嘛 立法委員都喊冤 他是一次好幾個你能丟掉嘛 他的文章裡面有一個 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我最有資格說 因為搜狗案的打電話跟他們接頭的 跟他們見面的李恒隆也有打給我 我相信當年檢調的 那個相關的這個通聯記錄上面 也有我的電話 有人把 有一個立法委員把我的電話給了李恒隆 然後呢李恒隆打了給我 那時候我還在睡覺 我突然間接到一個人 想說這個聲音很熟是誰啊 結果後來跟我講搜狗案 李恒隆 可是我為什麼說我最有資格講 我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我在他聽了 講了一分鐘 有沒有把他打住 李先生 我對搜狗案不了解 嘿 你去找了解的人 啪就把電話刮掉 哇 你看我氣騙 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連李恒隆想要拜託我的事情 我坎坎那全部拒絕 我最有資格講了吧 我在這邊講我負責啊 李恒隆都打電話給我過啊 我講真的嘛 所以呢事實上我才有資格講 你們有沒有資格 我不知道 對啊 因為我沒有金流 我什麼我連風流都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特別補充這句啦 這樣聽起來 上節目有時候 連那個私房錢都被別人拿去 節目這樣講啊 真是的 太沒有職業道德了 瑞德哥的夫人有在看啊 我從頭到尾都說 我沒藏私房錢啊 是周轉金啊 你知道嗎 所以呢事實上 政治人物要非常小心 錢的部分 我跟你講 不要跟我講說 我沒拿一毛錢 哇 你一拿都幾千萬啊 你知道嗎 你沒有一毛錢換口袋 為什麼 因為幾千萬放不下口袋 所以呢事實上呢 政治人物離錢要遠一點 錢跟女色要離遠一點 你知道 當然你的政治人物 也要離男色遠一點 都一樣 反正都要離遠一點 不該碰的不該沾的 都要保持距離乙車安全 很簡單嘛 不要一個裝青年裝青高的人 假人假意的人 最後發現什麼 原來你那麼有錢 你還有那麼多錢 錢多到數不完嘛 所以呢 至於那麼誰說 誰喊自己親白 你們看誰的眼睛去打我 沒什麼意見 不過那麼呼籲 所有台灣的政治人物 以後再遇到這種 有爭議性的人物的 學我 一分鐘電話掛斷 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不要 那就不會有困擾了 來 瑞德哥真的最有資格 講這一段 那只是說 哇 現在政治人物的部分 請教一下昆城委員 徐永明連續發五篇文 滿想知道 黃國昌的態度是怎樣 過期東蘇 之前黃國昌不是還很挺嗎 那委員怎麼樣來看 按照黃國昌的標準的話 徐永明可能真的沒有事情 因為土力不算是違法嘛 這個所以說如果今天 徐永明加入民眾黨的話 他應該是蠻有這個資格 可以加入民眾黨 因為他也說 他一毛錢 他也可以明天一起去遊行 對對 他現在可以一起去遊行 因為他的這個 涉案的程度 可能跟柯文哲差不多 所以可以去加入這個民眾黨 他說一毛錢也沒拿 一毛錢也沒要 那徐永明自己去跟法官講清楚 我想說這個法官會調查的非常清楚 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10月8號的這個晚上會連發五篇文章 是啊 他好像很興奮 對 那因為這件事情也很久了嘛 那這陣子也沒看到說 徐永明有任何的發言 他突然說這個在10月8號 這個晚上發了這個五篇文章 所以大家想說 是不是預備要加入民眾黨啊 就按照這個徐永明的這個標準的話 民眾黨應該是非常樂於接受嘛 因為其實性質調調都差不多 安靜蠻雷同的啦 那所以我是認為說這個黃國昌 應該是可以這個接納他 然後這個10月10號明天 在西門町的遊行 你可以來邀請這個徐永明一起來參加 因為徐永明就說 反正他沒有拿錢 也沒有要錢 那這個我覺得10月10號 這黃國昌辦的這一場遊行 這真的是蠻好笑的啦 因為本來他們這個是這個遊行 是說有這個司法正義 還有反對FACE 那大家覺得說那奇怪 為什麼10月10號突然這個 你如果是要支持柯文子的話 幹嘛要把這個反對FACE 把它加進去 那有人就在講說 因為這個如果只是講這個 這個支持阿伯 抗議司法 那可能參與的人不多 然後呢就把這個反對這個死刑 把它加進去 那可是後來大家又發現了 這個誰啊 黃國昌 黃國昌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是支持的啊 他是反對FACE的啊 那所以說他那時候如果說 不是 他是支持 他之前的立場是想要FACE的 對 他之前立場是FACE的 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他是FACE的 那如果他在時代力量的時候呢 是FACE的 那跑到民眾黨之後呢 又支持FACE 那大家就覺得說 他立場就不一樣了嘛 所以就拿這一點來質疑黃國昌 他不只政黨可以換 那立場也可以換 那立場也可以換 不簡單的 對啊 那後來他給... 他真的適合民眾黨 對 沒錯 標準都很寬啦 對啊 就尷尬嘛 就怕人家會問到說 你黃國昌 你支持你之前不支持 要FACE的嗎 我希望有辦法 把那個FACE那個拿掉 對啊 所以他就尷尬啊 所以他就把這一個 FACE這個反對FACE這個東西 就把它拿掉 就變成這一個 抗...就是這個什麼 抗議司法 那抗議司法其實 位置聲援的人實在是不多啦 可是黃國昌為了自己 這個沒有那麼尷尬 就把這一個反對FACE就把它拿掉 然後因為他這個 本來大家覺得說 那是不是 這個如果只是這個 單純的 這抗議司法要支持阿伯 然後大家覺得說 那真的沒有人會去支持 因為這個時間已經拖太久 而且對 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出來 那其實在柯文哲的金華城這個案子 這個不管是土力啊 金流啊 政治憲件案這個部分 已經都大概都已經輪廓 都已經浮現了 那你如果單純去抗議司法的話 大概會接受的人很少 所以地點只好移到西門町 就像瑞德哥講的 西門町自然有人群 這個人潮本來就非常多了 如果這個 這個館長能夠來的話 他一個人就代表100萬 所以至少現場已經有100萬起跳了 這個去西門町可以放眼索跡 看到的年輕人都算他們的 民眾黨現在不斷的在想花招 明天又要再次集結 等一下回來美美姐 我們繼續來分析